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东西就是快过预期的 五年前没有人猜到2021年会有500万电动车卖出去 这500万其实是怎样破坏呢 中国国内卖了大概130万 欧洲那边卖了大概都是差不多这样 欧洲和中国国内其实大家都卖了一百多万 美国卖了几十万 所以未来有一段时间追 其实是美国 他们真的升得比较慢 虽然他们有所谓的Tesla 但其实他们是比较慢的 未来这个速度就会由现在今时今的500万 根据预测 预测2030年9年之后 就去到6倍3200万 再去到2040年很多都已经没有再用传统能源了 欧洲车全部都是电动车那时候就会有6600万的电动车 所以这个预测是看得到和追得到的 不是很虚乱说出来的 因为很多传统汽车制造业都已经转型要去做电动车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大家全部都一起做 就不是真的电动车公司这么简单 大家也可以留意 或者上网有空看看数字 因为电动车公司基本上每月 其实有时候他们都会公布自己的销售比例和进度 可以帮助你捉住这个投资概念 也都小心不要高追 刚才Biel总也提过 有些股值差得贵的话 其实也要小心 不过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长线的概念 大家可以留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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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